月饼一刀切开 那些诱人 慢慢的奶黄吃下去 里头配上松露的味道 这样新奇的搭配 就是要抓住消费者的口味 松露这个食材最近这几年 我觉得会运用到很多料理上面 那我觉得运用到月饼这块 倒是我第一次吃到 那我刚刚吃到的感觉是真的很特殊 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口感 真的就是跟以前的传统月饼差很多 口味独特之外 礼盒设计也很重要 招来本土艺术家以羊年生肖为题材 将现代涂鸦艺术结合 推出瓷器礼盒 每个图案都有满满的祝福 不只造型铜续也兼具传统气息 它主要是以这个十二生肖为主题 那像今年是羊年 所以它就是这个身材飞扬的一个意涵 那另外的话因为是中秋节 所以我们在上面也有加入了一些 这个星星跟月亮的这个意向 专属独特的包装就能表示祝福 中秋佳节让民众在送礼时 多了不少选择 3D新闻蔡明华 吴思瑶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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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麻烦